美国司法部新闻告主出 23点女子林瑞祥 因为经营毒品暗网 18号在纽约甘乃迪机场被捕 纽约南区法庭已持续从事犯罪活动 毒品供谋洗钱以及供谋贩售 参甲和甲标签药物等四项罪名 起诉林瑞祥 其中持续从事犯罪活动的强势性最低刑罚 是终身监禁 美国司法部表示 林瑞祥从2020年10月到今年3月 经营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暗网之一 他提供交易平台 让买家和卖家可以买卖 包括海洛因 骨科检 安非他命LSD 以及含有芬泰尼成分等毒品 林瑞祥用电商模式经营这个暗网 卖家可以做品牌广告还有客服 三年多人来交易金额超过1亿美元 每一笔交易 林瑞祥抽取5%的手续费 获利数百万美元 起诉书指出林瑞祥负责 这个暗网的所有运作 有超过1000个卖家 20万个买家 另外至少有一名员工协助管理网站 而林瑞祥有网站各方面的最终决策权 今年3月林瑞祥突然关闭网站 拒绝归还卖家和买家的资金 还威胁买家卖家要多付费用 不然就要公开交易记录 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表示 如果毒贩以为可以在暗网上逍遥法外 那就是错误的想法 芬太尼合成类的鸦片药物 在美国造成毒品危机 打击毒品是美国国内重要议题 林瑞祥被起诉的新闻稿 是从华府发的 还有司法部长的回应 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 近平的拜席会 双方同意合作打击芬太尼 就可以知道这个议题 在美国受重视的程度 TVBS新闻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